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造101 4月21日开播 被称为女版偶像练习生 张杰担任声乐导师 其他导师还有黄瑟涛 胡彦斌 开了王一博 罗志祥 第二个亮相的是腾讯视频的第四季《掰托了冰箱》 这期节目于4月25日播出 主持人是何炯 同期嘉宾还有黄磊 张杰是第一期的嘉宾 第三个亮相的是湖南卫视的《向往的生活》第二季 张杰是第二期嘉宾 于4月28日播出了 主持人还是何炯 何华磊 其他嘉宾还有金文琦 以及常驻MC刘献华和彭玉唱 张杰正在录制或者即将录制的节目 还有腾讯视频的《放开我被逼》 浙江卫视的《奔跑吧》和《一口同声》 湖南卫视的《我想和你唱》 这里还不得不提一个浙江卫视的综艺 王牌对王牌三 张杰三月份录制节目的时候 还受了点小伤 随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北京 参加央视的经典《永流传》 这么算下来 张杰一口气参加了9个综艺 比薛之谦还多 看来双胞胎爸爸不好当啊 众所周知 张杰和薛之谦 都来自《我行我秀》 曾经还在一个公司待狗 属于师兄弟 薛之谦2016年 一年参加了20多个综艺 和大张伟齐名 成为中国最火的段子手 张杰四个月参加了这么多综艺 薛之谦怎么办 2018年截止到目前为止 薛之谦只参加了江苏卫视的《无限歌谣记》 薛之谦需要靠参加综艺挣钱 然后去发新专辑 张姐 你都是要在鸟巢开演唱会的人了 就放薛之谦一条生路吧 你明明可以靠唱歌吃饭 为什么要参加综艺说的